民進黨敗選 責無旁貸 一定要跟社會有更多的連結 特別是這次的敗選 年輕人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元素 所以更要跟年輕人來接觸 當然我面對這場選舉的態度 基本上是有三個 第一個就是說 要誠實的接受這場選舉的結果 因為民主民主 人民做主 人民是國家的主人 不管他的動機態度如何 他不支持或不出來支持 那我們都要誠實接受 另外就是要誠實面對社會各界的批評 然後第三個才針對說 各方的寶貴意見 提出對策 掌握改革的契機 讓民進黨可以重整旗鼓 重新贏得社會的信賴跟支持 未來的下一場選舉就是 2024年的總統大選 這部分民進黨應該不至於跟2022年的地方選舉一樣 也牽涉到地方立委的這個選舉 還有不分區的席次 不過我要特別回應剛剛的這個意見 一定會有公平的初選 沒有保障現任 同樣的 這部分區如果沒有做得好 下一次也不見的就是 你會在安全名單 對策定說 對策定說 您可以進行對策定說 很美味說 很煩